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书凯文 4月3号花莲外海发生规模7.2强震 全台有感 这也是继921之后 25年来最大规模的地震 花莲重灾区有建筑物倒塌 苏花公路崇德断 清水断崖出现大规模走山 大量土石从山壁崩落 太鲁阁国家公园也发生严重山崩 造成死伤事故 气象鼠表示 0403地震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 往北引没 板块在挤压之下 能量被快速累积 而这个地区是地震耗发区域 究竟强震的主因为何 目前断层的资讯尚未理清 因此科学家们在地震之后 立刻兵分二路 从路上及海上两路来追踪地震 但地震让交通大乱 当天铁路公路全部瘫痪 航班耗补人数更爆满 台词新闻采访团队想方设法 一路挺进重灾区 并与台大地质系团队随行采访 来看热线追踪记者 苏维轩 庄俊浩带来的第一首完整报道 花莲地震之后 因为苏化汉铁路受阻 我们还经历了航班取消 终于改在台铁连夜抢通之后 在4月4号早上9点抵达花莲 准备跟着科学家去追踪地震 而花莲在地震中发生了山崩 建筑倒塌 灾情十分惨重 大震中倒塌的天王新大楼 连日来持续倾斜 受灾严重 地质学家严君毅在震后 走访花莲市区 发现4月3号规模7.2的强震 显露出与过去花莲大震 不同的特性 这次花莲市地表几乎没有破裂 没有看到明显的破裂 那也没有任何公路 道路 遭到扯断的状况 来到崩塌的北冰街早餐店园址 严君毅拿出正后第一时间拍摄的照片 可见青岛的建筑和完整的路面 与天王新大楼情形一致 当初来这里看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地表破裂 那这个在2018的时候 因为差不多就从这附近 然后一直到前面那个东大门夜市中间 其实是有很多条的破裂带 多年来花莲数次地震都与米伦断层有关 但这回大震专家却一致研判 与海底不知名的断层关联更高 从那个正央的位置我们知道 地震其实是从比较南边海岸山脉的头这边出来的 它可能属于海岸山脉本身的断层系统 或者是菲律宾板块 引没到比较北边形成琉球海沟的这个系统 不过学者担忧 海底断层仍有可能触发米伦断层活动 与天王星大楼相距400公尺 是昔日统帅大饭店旧址 2018年地震导致一二楼塌陷 原因就是底下的米伦断层被诱发 发生错动 同时也造成云翠大楼坍塌 以及七星潭大桥断裂 灾情惨重 我们现在位置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身后就是统帅饭店 那其实天王星就在这附近 早餐店啊北冰街的破坏 其实是在这里 地图缩小看一下 这个是花莲的机场 这个是花莲的市区 这一块是所谓的美轮跟美轮台地 美轮断层呢 其实就是从这个七星潭沿着机场 然后沿着这一块美轮山上之路 进到我们在的这附近 米轮断层的系统 我们知道它多久发生一次 你忽然又再加了一个系统来的时候 这边就变成是更容易受到地震的影响 来到太鲁阁国家公园重灾区 头顶上空勤总队直升机来回飞跃 搜救行动在危机重重中持续进行 瑞兽规模7.2的强震 重创花莲 正后我们跟着台大地质科学系 郭成浩老师的研究团队 来追踪地震的成因 4月4号我们来到花莲太鲁阁 可以看到后面原本茂密的山林 已经发生大片的崩塌 而这里就位在花莲市的镇央 大概北边20公里左右 也将会是研究团队设下的第一个观测点 解开断层的秘密需要更严密的仪器监测 除了东华大学专家 各路科学团队纷纷动身来到花莲 管卓康和甘里友是台大地质团队成员 他们的任务是在余震出现地区 放布地震仪 收集更多地底的震动讯号 跟着研究团队徒步走进太鲁阁国家公园 沿途所见山壁崩塌 落石满地满目疮痍 现场更不时发生愚症晃动 地动声回荡山谷 令人胆战心惊 定心定北 北啊 对啊 正啊 好放开 好还行动 它等一下会亮绿灯 绿灯代表它抓到卫星了 余震的分布应该主要从寿峰 到太鲁阁以北之间 那我们这边所设定的 这个包围网呢 就是从凤林到太鲁阁 我们只能靠我们的余震的分布去定位 然后它还有正元机制检 去解释说这个地方底下的 纵谷断层或者中央山脉断层等 它是怎么样的延伸的形式 研究团队追着4月3号花莲地震后的发展 从渝镇分布的最北端太鲁阁 一路往南 预计将主点设置 共约50个地震仪 包含立无锡出海口 也就是2018年0206大震的海底震央附近 目标是从陆地上包围主阵 科学家几乎可以确定 在海底有一个过去 未有详细资料的断层构造 正在影响花东一带 已知的地底断层 因为2018年的时候 北边来的地震是 北边的主阵是有造成 绵源断层的触动 那这一次的受风地震 我看它的余震分布 如果说跟2018年雷同 那它是在北边也有可能造成 绵源断层的触动 地震后10天内 余震已超过700起 地底不断传出讯号 而科学家忙着收集分析 和时间赛跑 台师大地科系主任陈慧轩指出 尽管2024年0403花莲大震的分布 和2018年地震重叠度高 但深浅分布却有显著差异 2018年的花莲的地震 它其实是背景的浅色的黄色分布 可以看到它大概集中在很浅的地方 那但是这一次呢 余震分布是黑色的圈圈 它其实是一路从这个主震 大概就是20公里的地方 然后再往浅的地方 往深的地方其实都有分布 从花冬的剖面图来看 地形主要受到黑线 中央山脉断层 和红线中谷断层影响 但是从台东往北到花莲 中央山脉断层 截切经过中谷断层 和虚线所在的一个海底逆冲构造 出现关联 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 好几个断层段被认为需要一起动 才能解释花莲地震所有的 不管是地表的变形 还是地震资料的呈现 目前科学家们对海底逆冲构造的 所知有限 得靠海上团队的仪器来监测 不过专家从现有资料 计算未来大震的高风险地区 发现在震后 断层破裂的蓝色区域附近 是硬力最高的地区 也就是累积能量最多的区域 这次的主震发生完之后 断层破裂了 那临近的这个硬力增加 最显著的断层段 非常有可能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担心的 这个地震空区 就是红色区域的地方 大致上就是对应到瑞穗 未来若无余震 专家研判瑞穗将持续累积强震能量 2024年花莲地震再度警醒台湾 在岛屿深处 仍潜藏无数地底与海底的秘密 等待深掘 当陆上团队抢先行动 海上科学家随后也整装出航 前进花莲外海 准备海陆联手 揭开更多断层讯息